就显示,没资料的话就给空白 那再来就是底下这边 我们的这个项目 这个叫品名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品名呢 到底里面有几个项目 因为这一串很多 那其实你可以在工作表 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这个叫品名好了 下一次 如果各位要把这边 Ctrl Shift向下 这个全部选取起来 全选之后把它复制一下 Ctrl Shift一下 那复制之后的话呢 再贴到这个品名的工作表里面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想要快速的把它怎样 把它算出到底里面 有几个项目的话 当然在2003以前的版本 大概你顶多只能做什么呢 做这个常用里面的 比如说这边一个排序 或者用资料里面有个排序 你可以比如说呢 这个地方A到D OK那把它排序 你会发现它一样的会放在一起 一样的会放在一起 但是呢 这个方式变成你要怎么样 要再去找 然后再慢慢删 它一样的会放在一起 那如果2007以后的版本 特别注意哦 是2007以后的才有这个功能 各位可以看到 在2007之后的版本 就多了一个叫什么 移除重复 那2003以前的版本就没有了 所以如果2003 你们公司现在还在用2003以前的版本 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就只能自己写 写一个VBA程式 不然目前是没有 因为它在上面没有移除重复的功能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做移除重复 留下我要的清单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 选取这个范围 对不对 然后呢 做移除重复 那移除重复的时候 它会问你说 第一个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标题 有标题 因为我第一列 就是我的标题 品名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把品名 这个栏位名称 也一起做移除重复 所以要怎么样呢 把它打勾 第二个的话 按确定 它会出现什么 找到并移除 1235个重复值 所以最后只保留五个 按确定 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 这么多笔资料里面 其实它就是这五个资料 在重复的 那假如说好了 以后 你不要傻傻 每次还要自己再慢慢 这样key 有没有 如果说你将来呢 希望我不要用key的 我要用什么呢 一个清单 下拉之后用选的的话 那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也是一样 把这个栏 这一栏先选取 再来做什么呢 做一个所谓的资料验证 就可以完成 不过资料验证之前 请各位 在因为我要一个清单 对不对 所以请各位把 这一个 我移除重复的结果 怎么样呢 先建立一个什么呢 建立一个名称 将来用选的就可以 那怎么做 特别重要 第一个 把刚刚做的这个结果 包含它的栏位名称 一起选取 总共六列 然后呢 从选取范围建立 那它的名称在哪里呢 就在顶端列 那所以这边的话 指的顶端列 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这个名称 OK 那它就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底下的清单 建一个名称在哪里 在名称官